所以他們就在那個池塘的裡面 撒這個蠟木的種子 撒個五六顆下去 把這個蠟木磨成混 撒下去 差不多半個小時 整個水池變成清的 它有很大的進水功效 那這個蠟木來講 它基本上從葉子 一直到它的根都是營養 它有一百九十幾種的維生素 有幾個英國的研究告訴我們 它說你說你需要什麼 它就有什麼 我說跟我們基督徒一樣 神什麼都有 祂的什麼也都有 那結果我們現在好多地方的研究 這個蠟木到底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功效 它最大的功效是兩個 一個從這蠟木的直 一個是蠟木的這個葉子 它長得很快 剛剛我也跟大家講 人家一家問我說 哎呀 種一顆那麼高啊 你要種多久 我這種了四個多月 我們台灣的 去護衛工啊 去年一大日 大幾村 那你問你三十天長多少 半一天 呵呵呵 所以我這個就是四個多月 當然我底下這個蠟木扣掉一起就差不多 它長得快 但它營養非常的豐富 所以我是覺得啊 我們講到 就算我在八年前啊 我回台灣 那時候也是 我當中央工作主機 我就回台灣去 看到人家屋頂上很多的手榴彈 我就叫那個 叫那個 呃 喬委會當時停一下 我說我下去看看 結果叫了火龍果 八年前就還沒有什麼火龍果 大家都不知道 我是帶了一點的那個 三婆過來 結果後來我種成功以後 我在電視 電台這講完以後啊 現在已經在 大概一百多個家庭都有火龍果 那我今年我準備開始講蠟木 啊 我希望第一個先到區長的官點後面先去做蠟木 呵呵 以後你們要踩就當然要去踩 這蠟木 第一個 第一個 他不需要好的土 這很重要 你們去看地球唱片啊 現在啊 他們有一個照片照出來 很多瓶基的地方 像比如他們國內啊 大陸啊 他們在貴州那裡在進去種蠟木 為什麼 因為那地方鳥不下蛋 就是什麼處都不長 我去那邊傳婚姻啊 我要坐兩個鐘頭的車子 那個大巴 然後在一個鐘頭 啪啪啪的車子 再爬一個鐘頭爬上去 那個地方啊 他們一直種什麼 種那個 我們種的中藥材 根挖起來呢 中藥 每條一蛋下來 人民幣可以賺八十塊 一個月 他就賺了八十塊 那現在我就準備帶他們種蠟木 這蠟木營養非常好 他們說印度他們用這個蠟木的這個葉子啊 把它那個磨成粉啊 比奶粉營養還好 然後整顆都是寶 然後整顆都是寶 你那個蠟木 那個棍子啊 你把上面再刃的這一節 為什麼我等著要砍給你們 我覺得今天我是寶油那麼高 讓你們看 我把他砍下來 每一節你們回去可以種 我這裡有告訴你們 你們是不是做嗎 蠟木的種子 第一個你可以先用泡水要四小時 用五加輪的花盆 為什麼用五加輪的 不要換盆 五加輪的盆 最好是高一點的 因為他根要往下炸 焦水在土壤濕透 表面的中間我給你們一顆 對不對 一顆你們吃掉 一顆就種下去 挖一個約一寸深的洞 將泡過水的種子種進去 將花盆放在樹蔭的下面 焦水保持他土壤的濕潤 我告訴你這個在沙漠也可以找 為什麼他不需要什麼水 你一個月澆一次水他就給火 所以這是非常好的一種植物 也不需要太陽 太陽越多越好 但沒有太陽他也活 那是冬天會死是吧 欸 他問了一個重點題目 問了下雪 所以我告訴你們 為什麼用花盆種 你每年到了 每 他這一個月就長那麼多 你就把他剪下來吃 但是永遠保持你一個人高 永遠保持你一個人高 冬天的五家輪 所以大家拖到嘎拉吉 或拖到雞花底下 不要讓他太冷 他可以在零度可以 零下的話 有時候可能就會受傷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 他絕對不會死掉 你不理他 冷凍 凍完了以後 上面洗掉 下面明年又花芽出來 我已經在休斯頓 有在我們教會方面 開始種了很多 有機會你們可以來看看 我這 是從那邊採過來的 阿蘇 我會不會 投擲 有機會 那種 想要 此為坦白 應該